总统蔡英文远赴南太平洋 拼外交25号来到诺鲁国会进行演说 并且聆听诺鲁国会通过的有我决议案 尽管诺鲁过去曾因为和中国建交 和我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 但复交后诺鲁总统瓦卡 25号宣读的国会决议文 强调诺鲁支持台湾拒绝一中原则 以及一国两制 替蔡英文的国际外交打上一记强行针 而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和诺鲁共享南岛文化 并且有同样的民主价值 台湾近年来在教育 农业和医疗等各个领域 也和诺鲁进行多面向合作 希望奠定双方身后友谊 我来到今天来证明 我们在过去三年三个月的合作 尊重了台湾和南岛文化的文化 Ocean of democracy is the theme for this trip 蔡英文也提到台湾和诺鲁签署了海巡合作协定 代表双方对守护海洋 永续发展的信念 希望共同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 强化区域的伙伴关系 原人新闻南部巴浪 诺鲁雅连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